就恢复了他的这个灵力的 所以 我们教会原来是有的 我跟牧师刚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原来有一场 就后来我们后来做了两次 后来我们稍微停下来 是因为我们发现 目前因为教会的那个 还需要有一些属灵上面的更新 所以我们以后还会再恢复 是的 因为很多人他们有什么问题 最终解决他们的问题 不是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而是他们自己本身就是 被他们那些小问题 占据了他所有的生命 但是你把他 占损的精美上面 把他带到上高的高度的时候 他那些问题就不是小问题了 就解决了 他就解决了所有的方法 所以为什么说 用精美占损他好像有时候 对 就解决了很多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你如果 我觉得那个 谁住在那个IHOP旁边的人 哇他们真的很幸运 住在那一周的人 因为他24小时都有 但在那个 他就叫圣殿祷告殿 所以他们就24小时 都有不同的人在那进来 在那里面 长起来就说 有一个圣殿祂说 去年两年搞了两次 那个收分搞的就是说 我是福音歌手的比赛 去年两年真的搞了两次 然后今年可能不搞 今年可能12月初 会搞一个 福音歌手 团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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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上去 不行比赛 而且大家一起进吧 而且想像会员 对 在零二号 在零二号 这一次 今年 对 所以 知道我告诉你们 12月初应该 这个是插播广告 对 但是 你刚才打断了我们讲的 这个 真的IHOP很像 大家一起来 但是我们刚才还讲完 就是说 真的是鼓励大家 如果你在教会里面 是负责音乐的 或是 在教会做音乐director 你真的要鼓励 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起来敬拜赞累 因为敬拜赞累 是带向 powerful 非常非常powerful 意志的大人 我们看了太多了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那个教会里面 就是每一个月 都有敬拜赞累祷告会 后来 根本时间还没有到 会众都 什么时候敬拜赞累祷告会 就推着我们 最好两个礼拜一次 我们说我们自己 都太累了 没办法 但是 当你到教会 希望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是神很喜悦 真的是神非常喜悦 因为你就是 你到了这个末世的世代 其实就是要来 敬拜赞累神 就是敬拜赞累神 好 我们看 三道视频 现在会看三五个视频 跟你们学过的有关 是小调吧 哈啰我是VV 关大为 欢迎收看NICE Core 好和弦 我今天要跟你说 和弦还有什么功能 这个影片之前的和弦 有什么功能 影片的续集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第一集 请按下面的链接 先去看第一集 再回来看这部影片 在之前的影片 我们说的调音音乐中 最重要的三种和弦功能 你有听起来很像加很稳定的组和弦 你还有不稳定 听起来像是还没完成的 鼠和弦 我们那时候把它比喻成外面 然后你还有中介性质的下鼠和弦 我们把它比喻成桥 我们上次也举例了一个非常基本的和弦精型 C F G T C 它就是一个从家里出发 上桥 到外面很紧张 然后解决的感觉 目前我们还有四个和弦没有被定义 它们有什么功能 其实这个问题有好几种解释法 不过我最喜欢的一种说法 是由德国人Hugo Riemann提出的 他觉得语气给每一个和弦一个功能 不如把所有的和弦都归类成 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三种功能 那这样子我们写和弦进行的时候 就会变得超级简单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只要看看 剩下来的四个和弦 是比较像加 还是比较像桥 还是比较像外面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先从第七个和弦 B的减三和弦开始 起瑞发这个和弦 比较像是C大调的加 桥还是外面 如果你有看上一部影片的话 你应该会发现 西瑞发这个和弦 也含有西发这个很多 西瑞发 西瑞发 西瑞发就像我们的 像我们的G7 G7是 RES8 索C 因为把 索不弹 左手弹的话 右手变成是西瑞发的 所以 音音跟我们G7是 一样 舒服的三成音组合 所以 他应该也会很想解决到C和弦 那就是跟G7一样 有鼠和弦 或者是外面的功能 所以现在我们就 两种外面功能的和弦了 分别是第五个音的和弦 还有第七个音的和弦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音的Dm和弦 瑞发拉在C大调里面 会是什么角色 首先你应该可以确定它不是外面 因为它并没有听起来很紧张 没有必须一定要解决的感觉 可是它也不像是C大调的加 因为它的音跟C和弦 完全都没有关系 所以二号和弦就知道是乔了 说到这边为止 我们要先回到一开始的这个和弦进行 现在我们知道除了G7以外 B的-3和弦也有外面的功能 所以我可以把它填入外面功能的候选人名单 然后Dm和弦也有乔的功能 所以我把它填入桥和弦的候选人名单 现在我们有了两种桥跟两种外面 所以整个从家出发再回到家里的路线 就变成有四种可能的 我可以走C F G7 C 我可以走C F Medium C 或者是C Dm G7 C 我还可以走C Dm Medium C 四种走法都有相同的功能 但是又有一点点不同的感觉 继续是三号跟六号和弦 这两个和弦的功能比较不明显 不过一般的说法是他们有加的功能 但又不能算是真正的加 因为C大调的曲子 还是要到C和弦才会有真正结束的感觉 所以我要把它们比喻成暂时的加 例如说像是朋友的家或者是汽车旅馆之类的 你可以把它当作你家的延伸 或者是暂时休息的场所 但是不能是长远居住的家 我们来把Em跟Am填到这张标里面 Em和Am并不能取代C和弦 但是它可以接在C和弦的后面当作加的延伸 所以我把C接Em还有C接Am填到第一格里面 它们也可以当作暂时解决的对象 所以我也把它们两个填到最右边这一个 不过你要注意它们还是不能当作最后的结尾 所以我在右边画一个箭头 表示说这个还要继续接下去才可以 Em跟Am在当作加的延伸的时候 它自己也可以互相连接 比如说我可以C接Em然后再接Am 它这个讲接来接去 但是我们刚才说如果有1,4,5,2,3,6配的话 就说修改的话 其实你记我说有时候可以用三级或六级来修改 所以它们一级三级六级是有点同样的味道 我说五级也可以用三级来改 所以它们就差一个音 一个我来说C,一个我来说C 其实都是一样的 这也是我来说很多 这个是多发拉,我来发拉 所以我所谓的修改 跟它讲那个这个什么种 其实都一样 所以这个柜类是差不多的 等下来说我来说 我找来 它这个是C的 就是C也来说1级 24级 还是说 如果缓成 这个是C大调的E45 所以要换成别的调的话 就是 就是变成别的调 就是西调就做粒子而已 所以全部都变成 你就改成什么E45 所以一级C45136就是三级六级 就是二级 先接Am再接Em 还有刚刚说的两种桥也可以互相连接 所以我再填入F接Dm 还有Dm接F 其实两种外面的核心也可以互相连接 不过我觉得使用频率比较低 所以我就不写进来了 你现在看这个表 加的可能性现在有五种 桥有四种 外面有两种 再回家有三种 所以光是从家里出发 再回到家里的路线 就有5乘4乘2乘3 一共120种可能 你在这120条路线中 随便选一条 听起来都会是非常顺畅的核心 所以我们就来随便试试看其中一条好了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 C接Em接Am 再接F 再接Dm 然后G7再C 我们来听听看 再听一次 我现在从家出发 然后到朋友家 再到旅馆休息 然后我终于跨出一步 来到另一座墙 然后我到了外面感觉不舒服 我很想回家 最后我终于回到家 再听之后一次 再次我不要说话 你一边听边想象以上的感觉 这就是今天的功能合成课程 我们简单的叙述了七个和弦的角色 以及它们的连接逻辑 你可以到好和弦的官方网站 下载刚刚这张和弦连接表 这张和弦连接 回去一下 回去一下 刚刚刚在照 你没让人家照到 你照啊 刚刚照 是我有照是吧 对啊 我有的没照 你回去一个对 这个 停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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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想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想讲这个 这个 如果是1312345 什么 一级 136451 这个进程是 我们会讲的 这个是一个进程 你可以试试看 很多时候中间的祈祷礼拜 祷礼拜 祷礼拜 讲话的时候 你怎么走呢 最简单的 1451 1451 或者是复杂者 136451 我都背下来了 就是 走一走 然后就这样循环 这个很好听的 就是说 这个 或者你们自己试试看 136451 这指的是唱完一句话 不是 唱完一句中间 尖咒的时候 有人 祖祖礼拜 在讲两话 在祷告的时候 你的后面 情态是什么 看这个 我们会有 唐课也会讲这个 对 我们要唐课也会讲这个 但是就先打算一下 他就136451 1451 12451 这些都背上 就从这里出来 我去行试试看 13645 13645 对 都一直上去 OK 好了 我们谈第二段 这个 看明白了没有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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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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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完全是 它这个就是 它不是配 它是做曲 或者这样 这样 对 是 当你配的时候也是有 你可以考虑这种 拉近曲 比如说C之后 你可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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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用这个 你可以用它的那个 对 这个 和弦进程 那个 C 下面就讲 大调小调了 这个 这个 好像没照到 彩港 这是 13645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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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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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伟官大为 欢迎收看 NiceCore好和弦 今天我要跟你说 什么是大调和小调 我发现好和弦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一部影片 讲过音阶和调试的问题 所以我接下来打算 要用连续好几部影片来介绍各种 你应该要知道的 关于调试的事情 所以 到底什么是调试 如果你去翻那本 我们音乐系的人 很常用的那本 Growth音乐字典的话 你会发现 调试那篇文章 居然长达 八万多个字 八万多个字 你知道哈利波特第一集 神秘的魔法师有几个字吗 七万七千个字而已 调试这个字 在历史上 不同时期 有不同的意义 在不同的文化 也有不同的意义 但是不管了 如果我只要用一句话 来简单解释的话 一个调试呢 就是在一个音阶中 音跟音之间的排列模式 在绝大部分的古典音乐 还有传统的音乐 不外乎就是使用两种调试而已 一个叫做大调 另外一个叫做小调 所以今天这部影片 我们就要来从最基础的大调 跟小调开始 首先什么是大调勒 大调就是你很熟悉的 Doremi Faso La Cito的排列模式 不是说Doremi Faso La Cito 这些音 是Doremi Faso La Cito的排列模式 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Doremi Faso La Cito 会听起来像是Doremi Faso La Cito 这八个音 有一个很特定的排列模式 它的音跟音之间 有一个很特定的距离关系 假设我们把Doremi Faso La Cito 这八个音的音高频率 放在一条束线上面 它们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这边的重点是 Doremi Faso La Cito 这八个音的高低关系 其实不是等距离的 它们之中有一些音距离比较近 有一些音距离比较远 我们把两个音之间 音高距离比较近的地方叫做半音 比较远的地方叫做全音 Doremi Faso La Cito 这八个音中间 会有七个间隔 这七个间隔 依照顺序是 全音 全音 半音 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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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音 全全半 全全全半 通常每一个音乐班的小孩 都一定会把这个顺序背起来 所以我也强烈建议你把它背起来 所以知道这个的意义是什么 你一旦记得全全半 全全全半这个排列模式之后 你就可以从任何一个音开始 依照同样的排列模式 制造出一串 听起来很像是Doremi Faso La Cito的音阶 结论就是只要你找到八个音 它中间的七个间隔 依序刚好是全全半 全全全半 我们就把这个音阶叫做大调 它听起来就会很像是Doremi Faso La Cito的感觉 因为一旦你有了一个大调音阶之后 要产生小调音阶就很简单了 你需要做的只是把大调音阶的第三 第六跟第七个音降低半音 这样你不是 有拍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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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有 我們就把這個新的排列模式叫做小調 譬如說我們有C大調是Do,Re,Ni,Fa,Si,Do 我只要降低第三第六第七音變成 這樣子就變成C小調 通常大部分的人都會感覺大調聽起來比較開心 小調聽起來比較悲傷 所以我現在要彈一個簡單的兒歌例子 在C大調跟C小調 你可以比較看看這兩種調式的感覺 首先是C大調 然後是C小調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小調基礎課程 我非常推薦你自己到鍵盤上面去熟悉一下大調跟小調的聲音 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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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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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过了 第三、第六、第七位音怎样啊 这样 其实你另外听起来它就是 是�üyorsun神 幸好,我覺得� doit 15 聽起來是 蚩 什麼意思是� să 是�艦末的 集合總是 聽起來是 大叫做 �achts 听起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都是拉开 这就是你那个circle里面上下对应 上面是C大到下面是A小的 对啊,一个C大,一个从头来全全半 全全全半 一个从C开始是不是 对吧,就踏过来 就是,一个反过来又拉开 全半,全全半,全全 就是C和Dodge,还是反应? 没有,一个从抖开始,你现在看 全全半,全全全半 从哪里开始而已 从抖开始就是大调 从哪开始就是小调 我们练习区没有,有蓝丝刀 对,所以这个 我最记得Julie你在第几堂课就问这个 哈哈哈哈 所以我说今天这堂课非哪里 你再也不可 还没到,我会玩啊,这个是简单大调整个 我们开始 我没有搞懂,你这个地方 比如说它是,它这样不这样 咪和拉西不是这样半吗? 对 然后你怎么会变成 第二个半了呢? 它是说 Dore Mi Ma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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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把 三六七 三六七 对不对 三六七 是这样 但听起来 Dore Mi 听起来就是 Lasi Do Maso 你弹一弹一个 它一降起来就变成 Lasi Do 先弹 先弹C大调 这是C大调 同样是C大调 但是在它的三六七降起来 听起来马上就不一样了 Lasi Do Lasi Do Lasi Do 我还是弹 从C开始 我还是从C开始 我还是从C开始一直弹 如果我在这个上面 就把我打降 你让我一直从C开始 在这边一降一整个听起来 听起来就会 听起来就算哪些都不像 Lasi Do Lasi Do 你自己可以试试看 你自己试试看 C D E F G P B C B P C D E 降 F G E E 降 B 降 C 我弹的还是这个地方 但是只要把F G 降 听起来就是一个Lasi Do 那边 那个大圆圈哪圈 在哪一页 大圆圈 好了 我回 dedim C minor 对音的大调是什么 Cm 78m 你記不記得五度行完 Cm C小調就會大調 從C到A就降上 一降 如果這是Cm 如果這個時候是一降 就是一降的 如果彈一降的 一樣的 因為剛好一降了 一降了就是抖了 他就是躲在那邊說 所以這個是小調是大調 這個是大調是一降 小調是C minor 這兩個關係就是在這裏 就是他的排列模式 排列模式就是剛剛冠大維說的 就是不一樣的 然後一聽起來就是不一樣 很奇怪 另外一首歌 對 很奇怪 只要你把它一降就這樣 其實我們就彈和弦 我們就彈和弦嘛 知道 是大調 現在看上面一個你可能會暈的 因為他有三個小調 三個小調 有三種 學國音樂的人都知道 三種小調 科班出身的人都知道 那我們彈和弦不用管他 不用管他 因為你們一定會問 然後就一枝半截都會問 為觀到你歡迎收看NiceGO好和弦 今天我要跟你介紹小調的三種模式 我在上一個影片中介紹了大調跟小調 然後我那個時候說小調就是把大調的第三 第六第七個音降低半音而已 但小調在實際上使用的時候 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導致他的音會有一點點變化 我們今天就要來看這些情況 如果你是好和弦的忠實觀眾的話 你一定記得我在不止一個地方說過 一個調的第五個音的和弦 很喜歡接到第一個音的和弦 第五在C大調裡面的G7和弦 就很喜歡接到C和弦 造成這種感覺的其中一個原因是 G7裡面的C跟Do只有差半音而已 距離很近 所以當你彈到C的時候就會有一種快要到Do 很想要解決到Do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看C小調的話 因為C小調的第七個音是降七 所以如果你彈C小調的五級和弦的話 So降七ReFa 他就變成G7小七和弦了 而不是很想要解決的G7數七和弦 所以當作曲家用小調的五級和弦的時候 他就會不夠有慾望要接回第一個和弦 你可能會想說這不會怎麼樣 沒慾望就沒慾望啊 但是對於古典作曲家來說 這是一個超級嚴重的問題 因為他們真的很想要第五個音的和弦是G7 而不是Gm7 不然這樣接回一級和弦的時候會不夠爽快 所以作曲家們就很聰明的建立了一個規則 就是當每次要使用五級和弦 或者是類似功能和弦的時候 我就把小調的第七音臨時升高半音 改成跟大調一樣就好了 以C小調為例子的話就是降C改成C 這樣子我們就算是在C小調 我們就也可以用G7了 所以像這樣把小調的第七音升高半音 你就會產生這個新的音階 因為這個新的音階是基於和弦的考量修改而成的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音階叫做和弦的小音階 和弦小音階的第七個音跟大調一樣 跟主音差半音而已 所以它就會很想要接回主音 和弦小音階解決了小調的五級和弦 不想要接回加的問題 但是它同時也產生了另外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那就是現在的第六個音跟第七個音的距離太遠了 像是降拉到C這樣子的距離 我們叫做增二度 如果你有一個旋律 在這兩個音附近跑來跑去的話 它就會產生一個很邪門 好像有眼鏡蛇要出來的感覺 應該沒有通過莫雜特或是貝洛芬的作品裡面有這種feel吧 這種很邪門的聲音在歐洲古典音樂家的觀念裡面是非常道高的 他們覺得不可能允許作品裡面出現這種東西 所以作曲家們又給自己設定了另外一條規則 那就是用小調寫一個旋律的時候 如果你有第六音要接到已經升高了的第七音 那麼你的第六個音呢 就要也跟著它一起升高半音 反過來說 如果旋律是從高音往下 那麼第七音就不需要接到主音 所以第七音就也不需要升高了 那第七音不用升高的話 連帶著第六音就也不用升高了 所以至少在古典音樂中 小調的第六跟第七音都一起提高半音的情況 幾乎只會在旋律往上走的時候出現 因為以上的修改是基於旋律的考量 所以我們把這種 往高音走的時候升高六七音 往低音走的時候恢復原狀的小調音階 就叫做旋律小音階 也有一些人翻譯成曲調小音階 兩個字是同一個意思 以上兩個修改過的小調音階都有酷炫的名字 那原來小調音階怎麼辦 總不能只叫做小音階吧 這樣三個字而已有點太遜了 所以我們後來就把原本的 沒有修改過的小調音階增加了一個頭銜 叫做自然小音階 這就是小調的三種模式 我們有原來的小調音階叫做自然小音階 然後因為作曲家想要在小調裡面 用數七和弦 所以我們會臨時把第七個音提高半音 這個新的音階就叫做和聲小音階 然後因為寫旋律的時候 第六個音跟第七個音太遠的話 會聽起來很邪門 所以在旋律往上走的時候 我們會把第六個音跟第七個音一起提高半音 這樣子的新的音階就叫做旋律小音階 記得在古典音樂 第六第七音升高 是指在旋律往上走的時候使用的 如果旋律是往下走的話 就會恢復成原本的小音階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小調音階課程 你會覺得有點煩雜嗎 如果會的話 你可以多看幾次這部影片 並且常常中途暫停去鋼琴上試試看 也要把這個重要的觀念搞懂喔 這個影片是有好多錢 nice quote 主教小音階沒高檔 主教小音階是不升也不降嗎 主教 主教的最後一個 上去的時候都是 上去的時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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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的時候是怎麼的 下了還是降 下來了降三個 上去再降一個 下來了 下來了 在自然眼睛的 所以這個上去的時候 其實跟大雕一樣 其實這個偏一點 因為這個還原等於是跟大雕一樣 所以上去的時候只有秘密 是這樣子 下來了的時候就跟自然一樣 下來了 所以這個東西不用吃 吃到就好 下來了 他不是只 在白樹的地方 十年 對 正要講這個 現在 其實正要講這個 對 使掉小音階往下的時候就是自然小音階 對 往上的時候就是 六根 我又把這個照發到群裡面 對 然後現在我們正要進入這個月裡自學址 白書 白書 第幾頁 我忘記了 我也照一下 好 你們照一下 我上個廁所 好 你們照一下 你 這個會放到我們 去 去 白皮書 crime 是 有 你 真的 他 他 你 我